您对你好 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专门访问过你 而且今天看到你突然穿上服装 这个好像你之前是不是很少穿服装了 对 那么今天这个在马来西亚冰城的首场演出 为什么要穿上服装 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我才会上场 所以你今天上场是准备担任哪一个位置 楼库主 楼库主 我很好奇这个领队 你跟这个教练在差不多是多少年前 15年前成立到英格队 那你会不会跳英格 会跳 会跳 你是什么时候你原来在富美青年英格队之前 有在哪个队伍待过吗 我们村第一年重组英格九九几年 是98年前后 重组英格队的时候我就是第一届的英格队员 哇原来你还是富美村英格队的第一 就是说重组以后的第一届那个队员 对这个是一九九几年啊 98年吧 1998年那个时候你大约多少岁啊 98年十来岁十六七岁 所以到现在的话你九八零八你这个也差不多有二十年的这个英格的这个学习英格的这样一个历史了 你现在很少跳锤是吧 很少跳锤对 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跳锤啊 我在访问请你不要插嘴 就是说那为后来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跳锤 工作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已经脱轨太多年了身体长胖之后跳不动了 所以你但是你一直是在应该对这个管理和这个补充楼骨队的这样一些工作是吧 对对 嗯 有没有想过后将来将来有一天要重新来 这个话我不敢随便说 嗯 做不到 嗯 当然也 想过 但是 有改正挑战啊 不敢保证能做成 嗯 想过 确实想过 你这个见证了你们这支英格队 其实你是算算是见证了这个富美村的两支队伍 就是村里边的原来的这个富美村的这个队伍 啊 这个从整到后面又呃停停下来啊 啊 然后然后后来你们又重新富美青年英格队 在这个作为这样一个富美村的英格的一个啊 也算是近20年的历史的一个见证者 啊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体会啊 体会啊 嗯 就是说在以前在村里边这样子一个英格队 和后来你们再又重新组织了这经验英格队 这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下这个英格队啊 你有什么不同的一个感受啊 感受就是 氛围不同 嗯 氛围差别很大 嗯 所以你们现在这支英格队的氛围 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氛围 嗯 现在的氛围就是 嗯 大家只是一心想要跳好英格 嗯 没有太多杂念 嗯 嗯 然后那你你们以前富美村的英格跟现在富美青年英格跳的这个风格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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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别也是很大 差别很大 那你了不了解以前富美村的这个英格这个风格 我们现在在市面上能见得到吗 是哪一类风格 市面上 基本上见不到 嗯 看不到以前的就是说现在市面上 没有改动过风格的一些英格对传统英格风格都没见过我们村以前的那种跳法 嗯 嗯 那你们当时是快版还是慢版还是中版 中版 中版英格 中慢 嗯 比中还在慢 嗯 但是你要说慢版也不也不是 就是 嗯 绝对是慢版 好中慢你的认为是中慢版啊 那教练认为是 这个慢版 其实这个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分别了啊 中慢版 嗯 我接触的时候感觉应该是偏向中版风格 嗯 偏向中版风格也是双抛锤的 嗯 你们这支英格队在2009年成立那几年 辛苦吗 困难吗 难 就是你富美青年英格队在2009年成立了那头几年困难吗 非常困难 嗯 很难 不 不是一般的难啊 嗯 然后有没有中途有没有想到过放弃 这个倒是真没有 嗯 从来没想过 嗯 然后现在你们这支英格队也取得了这么引人注目的这样一个成就 嗯 对这个应该对未来的一个发展自己有些什么什么的一些想法 或是能不能再给自己再加加油你们是准备怎么将来怎么样发展 嗯 大方向不敢说有多宏大的目标 嗯 但是 嗯 你说 我们取得有多大的成就也真不敢当 嗯 但是 呃继续坚持下去 嗯 做我们能做 呃 呃 我们 做我们能做好的 呃 分内 的东西 尽量去做好的 嗯 嗯 这一次到马来西亚的这个表演 也实际上是也是普宁应该首次登陆马来西亚的表演 所以作为领队的话 你是希望你们 这个整个队伍能够在这里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 有做了些什么样的准备 嗯 在来之前大家提前 呃 呃训练了一段时间 然后 呃 都在认真的备葬 嗯 然后当然我们也希望 我们 走到一个地方 就能把 普宁应哥 嗯 好的印象留在一个地方 嗯 好 祝你们三天演出 成功 圆满成功 好 谢谢 谢谢